今天現場都是中醫界的先進好朋友 但是最近聽到施全榮譽理事長過世的消息 大家都覺得非常不捨 施榮譽理事長在中醫健保總額制度的推行當中 他是重要的推手 過去多年來他也為中醫藥的現代化 科學化付出了很多心力 我們非常感謝他的貢獻 也永遠不會忘記他對中醫藥革新發展所做的努力 不僅是他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先進對中醫的進步發展也都是盡心盡力 特別是在疫情期間 我們中醫研發的臺灣清冠一號中藥方機 為中西醫合作的治療模式帶來新的契機 最近我也注意到 我們清冠一號授權的八家GMP中藥廠 已經取得外銷藥品許可證 可以對全球疫情做出更大的貢獻 現在加強版的清冠二號也進入實驗的階段 能有這樣的好成果 都是大家共同努力 大家辛苦了 在這裡我也要感謝我們柯理事長 不僅時常給我寶貴的意見 在今年更動員全國中醫資源成立的 臺灣中醫防疫醫療國家隊 真的非常感謝各位中醫師朋友的協助 一起來守護民眾的健康 這幾年來 我們努力擴大中醫的醫療服務 除了將癌症 急症等疾病 納入健保肌膚的中醫專案施辦計畫 在今年我們更將呼吸困難的西醫住院病患 納入了中醫特定疾病輔助醫療計畫 也將全民健保居家醫療整合照護計畫 納入中醫的服務 接下來不論是中醫的發展 還是疫情的防堵 政府都會持續跟大家一起來努力 臺灣的挑戰真的很多 我們也一定要穩住政策方向 才能讓我們國家穩健的前進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下個月18號有一個公投 這個公投將決定臺灣 將來重要的政策方向 從能源永續 供電穩定 經貿佈局 再到民主神話的發展 每一項都攸關我們國家的未來 我要拜託在座的好朋友 每一位都是我們重要的意見領袖 我要拜託大家能夠繼續支持政府的立場 讓國家能夠永續發展 最後我要再次感謝中醫師好朋友的貢獻 我們繼續為中醫的發展 為臺灣的前途一起打拼 謝謝大家 謝謝